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你好,我是相光女僧团自范法师 欢迎来到人生必修课,生死关头觉醒时刻 这个系列的内容总共有十集 今天第九集,如何义佛念佛 你知道往生净土需要准备哪三种资粮吗? 性,愿,行 这三者缺一不可 性就是对自己有信心,对阿弥陀佛有信心 愿就是有往生净土的愿力 行主要是老实念佛 人命在呼吸之间 我们平常就要修炼念佛的功夫 并做好心理准备 这样就不用担心临终的时候 没有人来帮我们助念 自己就能够自在往生 在前面一集我们谈到念佛的心态 要生性切愿 这是很重要的 有信心愿力才会去做,去修 这一集就来谈行 也就是实践 如何义佛念佛 念佛每一个人都会念 但是你知道念佛的时候 要把注意力放在哪里呢? 要专注在哪里? 我们专注的对象就是佛号的声音 念佛可以念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四个字阿弥陀佛 这两种都可以 看个人的习惯 我们念佛时 常常容易犯的毛病有三种 第一个常犯的毛病 无论是念出声音 或者心理默念佛号 念佛的时候 没有把每一生的佛号 每一字每一句 念得清清楚楚 念佛的声音 都是含含糊糊滑过去 就像这样子 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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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佛号的声音不清晰分明 念佛就容易不专心 容易有杂念 胡思乱想 第二个毛病 就是念佛时 耳朵没有听自己的念佛声音 也就是没有自念自听 自己念自己听 叫做自念自听 因为没有自念自听 没有在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所以我们的心就跑出去游荡 去想别的事情 变成一边念佛 一边想东想西 口念心不念 念佛的声音跟心没有 合而为一 第三个毛病是 心没有常常意念佛号 也就是没有把佛号放在心中 常常常想起 常常想起佛号 因此容易忘失佛号 没有办法念念相续 如果我们能够像孩子一样 想念她的母亲 如此异母 就像我们一样 在心里常常意念的佛号 佛号就能够在心中 时时刻刻 有佛号的声音涌现 就像录音带一样 不断地自动播放 我们念佛心里头 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 作为我们生命的最后依靠 临命中时 就以这么一念 决定往生西方 莲花化生 有一位居士问我 师父啊 我每天工作完 不必念回家回家 就自动走回家了 为什么去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要一直念阿弥陀佛呢 这真是个好问题 阿弥陀佛需要我们念她吗 还是我们需要念阿弥陀佛 问自己 我们去极乐世界的心 有没有像回家那么笃定呢 临终的时候 身体会经历四大分解 全身的器官会逐渐衰竭 病死症状会逐渐的出现 那时候 我的心 还会很笃定的 要去极乐世界吗 还是会被温情牵绊 被钱财迷惑 我对阿弥陀佛的笃定 我对阿弥陀佛的笃定有多少呢 每天称念阿弥陀佛 就是培养我们把心带回家 每天把心带回到阿弥陀佛的家 临终的时候 回阿弥陀佛的家的几率就高了 现在人很忙 在忙碌的生活工作中 如何善用零碎时间念佛 保持正念呢 一分钟安止 是很好的方法 一分钟安止 我特别推荐 呼吸念佛的方法 呼吸念佛的方法怎么修呢 呼吸念佛的方法 就是保持自然的呼吸 在一呼一吸当中 加入阿弥陀佛的佛号跟数字 你平常怎么呼吸 就怎么呼吸 随着自然的呼吸 一进一出 例如呼气的时候 默念阿弥 吸气的时候 默念佛佛 然后加一个数字 一 就是这样反复的练习 从一数到十 再从一数到十 两轮大约一分钟 如果是长时间 用呼吸念佛法 可以不用数数字 休息是点点滴滴的累积 每天利用零碎时间 在吃饭前 吃饭完 睡觉前 睡醒的时候 练买一分钟 练买一分钟的呼吸念佛方法 坚持小小累积 会有大大改变 呼吸念佛的方法 不但可以让身心回到当下 得到阿弥陀佛 得到阿弥陀佛光明的加持 同时也累积我们 往生弥陀佛 静土的资量 呼吸念佛法 习惯养成之后 一旦感觉到呼吸 就会提醒自己念佛 现在带你练习 呼吸念佛的方法 请你放松全身 眼睛轻轻闭起来 把你的注意力 放在鼻孔以下 上嘴唇以上的这一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 感觉呼吸的进出 气息一进一出 一进一出 当你感觉气息出去的时候 心里默念阿弥陀佛 当你感觉气息进来的时候 心里默念佛 然后给一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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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就像这样子 反覆的练习 从1数到10 然后再从1数到10 如果我们可以专心的时候 就不必再数这个数字 可以直接念佛 好 那请你慢慢地睁开眼睛 我们的生命就是呼吸 有呼吸就有生命 呼吸没有了 生命就没了 让阿弥陀佛的名号 融入在呼吸当中 成为光明平安的祝福 你念一句佛 就得到一句光明的祝福 佛号和呼吸同步 耳朵要认真地听 自己念的佛号声音 念佛的声音 一字一句听得清清楚楚 身体上有任何的感受 暂时都不理他 一心老实 念佛 把生命交给阿弥陀佛 一句一句地交出去 阿弥陀佛代表 无量光 无量寿 当我们阳寿未尽的时候 念佛就有阿弥陀佛的光明加持 当我们阳寿尽了 念佛就可以安详 往生净土 继续修学佛法 利益众生 我们念佛的时候 心要笃定 在大士智菩萨念佛源通章 提到念佛的要诀 都设六根 静念相继 强调我们念佛时 很重要的是 听自己念佛的声音 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心就是意根 口就是舌根 舌头 听就是耳根耳朵 心念口念耳听 非常重要 念佛的时候 眼睛不要东张西望 身体不放异懈怠 这就是都设六根 念佛时都设六根 杂念妄念自然减少 心清静 所以叫做静念 清静的念头要常常相续不断 所以叫做静念相继 能够静念相继 久而久之 就能够达到一心无乱 往生绝对有保障 所以无论大声念佛 小声念 金刚念 金刚念就是只有动嘴唇 没有发出念佛的声音 或者是在心里默念 正确的念佛方法是 心里念得清清楚楚 口里念得清清楚楚 耳朵听得清清楚楚 这样把心专注在 阿弥陀佛的佛号声音上 我们的心就不会跑到外面胡思乱想 久而久之 杂念 妄想就会沉淀下来 念佛功夫成片 进而达到一心无乱 念佛三昧的境界 念佛三昧是什么样的境界啊 根据当代高僧 广清老和尚的实修经验 念到这一种念佛三昧的时候 你听车子的声音 也是阿弥陀佛的声音 你听鸟声 雨声 风声 都是阿弥陀佛的声音 你听见一切的声音 通通变成念阿弥陀佛了 这是一种入定的状态 念佛时还要克服两个障碍 妄想跟昏沉 妄想就是想东想西 杂念很多 妄想来了 不要烦恼 不要理会妄想 我还是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 妄想是虚妄生灭 不真实的 当佛号的正念提起来 妄想它自然就会消灭 念佛的时候 昏沉想睡觉怎么办啊 可以大声念佛提起精神 或者精神念佛 就是一边走路 一边随着脚步 一步一步念佛 或者 一边拜佛 一边念佛 总之 这些方法 都可以灵活运用 让我们的念念 让我们的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那么在生活中如何修念佛 有一位当代高僧 海贤老和尚 他112岁自在往生极乐世界 他老人家不论行住坐卧 种田工作 嘴唇总是在微微沾动 有人就忍不住问他说 老和尚 你嘴唇总是一动一动的 在说啥 他说阿弥陀佛 老和尚平时都在念佛 从未见断过 这种念佛方式 只有动嘴唇 没有念出佛号的声音 就是金刚念 金刚念是生活中 念佛的好方法 希望你也来练习看看 好了 下一次一起探讨 很重要的一集 玉立遗嘱 预约善终 感谢你的聆听共学 愿香光宝藏 一路陪着你 前往内心向往的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